桃園市航空城开发计划为了妥善安置航空城开发范围内的居民并减其负担 桃園市22号举办航空城安置户优惠融资贷款平台成立即MOU签署记者会 整合跌利率房屋贷款和土地兼容贷款等多元方案 希望以最低1.53%的优惠融资帮助居民 而其中300多户原住民族人居住权益 桃園市原民族也表示将以专案补偿方式协助族人 桃園市目前有两种方案 除了在市府选配地区新建住宅也可选择直接购买市府的安置住宅 其中安置住宅最少也有25坪 而航空城征收户的原住民族人中有67户属自有住宅 但没有房子的租屋族人该何去何从 郑文燦表示在市府的安置住宅中原民族人可优先成租 那另外我们在没有房子的租屋的原住民大概200多户 那我们会保留部分安置住宅让他优先成租 那也是用优惠价格让原住民可以成租 郑文燦也说明原民族人会由原民局一对一辅导安置 也保证300多户的原民族人不管有无房子都能安置得宜 另外目前安置接货配地后重建房屋的居民 预计在6月底可完成登记并在9月抽签 明年第一季发权状交地 至于安置住宅也将在2024年年终新建完成 让居民在航空城全区动工之前就能得到最好安置 达成先建后前的目标 原市新闻 桃园市采访报道